好啦 來介紹這一款 由Metagate 所出的 Hike G01 Hike 就是電影的三扁飄移 應該也算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一隻角色吧 包裝其實就還蠻素的 這邊有車子側面的形象 然後正面有人物的頭像 就這樣 然後這邊有直升機的形象 不過 這個直升機畫的倒是蠻帥的 實物表現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打開盒子以後 裡面會是一個簡單的西數包裝 還有一份沒什麼屁容的說明書 他說明書真的是畫的有夠簡約 會有一些步驟讓人覺得 你這是把四個步驟在同一張圖片裡面這樣帶過嗎 實際變形真的是很複雜 玩具本體長這樣 是以車型的形式包裝的 所以就也從車型介紹起 那 畢竟要做三遍所以它很破碎啊 然後它是一個很深的深藍色的塗裝 然後因為我已經把它變成人形再變回來 就 就這邊炸開的比較嚴重 就是怎麼捏都很難把它捏緊捏好 就很無奈 因為它真的是很難變 這邊會有一些引擎的雕刻 但是它也沒有上色 這邊就是一片深藍色這樣 後面有車尾燈 輪子滾動性算是還行 可是因為它底盤這邊真的是填得滿滿的 填得超級滿 所以實際上這個東西 要嚕它我還真是不太敢嚕 就這樣子吧 其實這一塊應該都還可以再壓下來的 但我變形就是真的是怎麼壓都壓不下來 它都會再回彈上去 就很討厭 後照鏡它是另外附的要再自己裝上去 像後照鏡上面的貼紙也是要自己貼的 就是它在包裝說明書的塑膠袋裡面 還有附這一小張貼紙 裡面就是後照鏡的這個反光貼紙 所以就朋友們要注意一下 不要不小心漏了這一張了 是說 後照鏡你可能怕在運送的途中裡面會碰撞斷掉 所以 額外附讓我們自己裝 這是可以理解的 上面這個反光貼紙還要自己貼 我就不太懂這是什麼操作 好啦總之就是這樣來看變形吧 唉 這一隻變形是真麻煩啊 先看一下底盤 基本上它的手就是一隻手 然後收成這樣 另一隻手捲成這樣 兩隻手這樣團在一起 然後腳就是打散分成兩邊的車殼 然後腳掌一邊是這樣子 另一邊是這樣子 兩隻腳不對稱 兩隻手也是不對稱的變形 先拍這邊做個紀錄啊 你如果從人變車變不回來 可以回來看一下這個底盤的配置啊 總之接下來從車變人呢 首先就是這邊可以上下解開 那我這邊因為變形沒變好就已經崩開了 這也是挺無奈的 這邊車燈往旁邊拉 那順帶一提 它車燈這邊應該可以看得出來是整片透明零件 然後下去做塗裝 所以它這整台車子應該都是有塗裝的 就整個漆面是沒有任何色差的 這一點真的是評價很好 再來 翻到後面來看 這裡翹一下 把這一片 翹開 然後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這 這一片 要透過這個轉軸去折它這邊 然後它這裡也是可以上下分開 可是 第一次變這邊就是很緊很可怕 這邊 透過這一個 這個轉軸把這 這個 車尾 這個紅色的燈的部分 硬是折上來 先這樣 這邊會有一個小勾子 先這樣 再來 從這裡往外翹一下解開這裡的卡扣 兩邊 都這樣做 那 剛剛講過這邊就是它的腿了 就可以把它的腿分開 然後 這裡 可以 往上翹一下 把它 整個腿都解開就對了 就可以把它往側面拉出來 另一邊也是 然後 這裡還有零件是這樣子藏在車窗裡面的 所以要稍微小心一點的把它錯位分開 腿可以稍微轉動一下寬部的關節 讓它比較有空間 讓它比較有空間 我調整一下手機的角度 再來 手這邊就比較簡單的就是把它拉出來 先放到旁邊去不要佔空間 然後這裡看一下 根部這個關節要把它 往旁邊轉 就是它實際變成人形的時候 這個根部的關節應該要整個 逆時針180度轉到上面去 不過現在可以先 盡量把它往旁邊推去讓出空間就好 這邊很麻煩就是因為它手有一堆零件可以轉動 所以會變成你很難真正動到你想要動的那個關節 會變成你不管 握 不管捏著哪邊 動 都會動到別的關節 算是這一隻在 變形的時候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等於你要不斷的利用各種的 調整角度 不斷的去找那個槓桿的濕利點 才會比較容易的可以把它扭過去 然後就是在這個扭的過程裡面就 就 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正常人形活動應該要有的關節的配置 它開始這樣啦 然後 這邊 這一片車殼其實就很類似UT禁閉的那個方式 是整個折疊壓縮在它的身體 那其實不要說車殼了 這邊腳部的變形也很像UT跟DX9合作的那一隻熱魄 所以這一隻也是很多人懷疑它就是UT設計師的作品 那這邊本來是這樣 就直接順著這個關節往下折 這個零件就會自動跟胸口這邊接上 算是還蠻漂亮的一個設計 下面這裡 直接 下面這個關節再把它往上折 這兩片側面的小零件可以順勢的折疊一下 腿放下來 這裡 這裡 因為它有腰部的彎折關節 所以這個時候都可以利用一下它腰部的那個關節 把它的身體往下放 讓出空間來 這一步只是為了讓出空間 從這一面來看 前車殼這一塊 這個 造型零件 旋轉一圈 這兩片分件也是轉一圈往內折疊 這邊整個形狀都會完全貼合 也是蠻漂亮的 這樣 這一整片再從這裡往下折 然後它這一個樁就會扣這個洞 這邊整個就會收折的很漂亮的收在這裡 然後上面這一塊 要在翻折下來之前要小心的是 它這邊 我要看一下 這邊 應該隱約可以看到裡面有兩根細細的金屬在反光 就是它手臂肩膀這一塊 還有一個滑軸 就是可以讓這兩個突出來的造型零件 順著這個凹孔往下滑 所以這邊要去推動它 那個滑桿 滑桂把它往下推 而且它這個滑桂超級緊 緊到不行 如此 往下推 這兩片順勢的給它折過來 然後它這邊其實零件超級乾涉的 乾涉到不行 所以其實我沒有很喜歡這一支 唉 就 很卡 真的很卡 然後剛剛最一開始的車尾燈這一塊 先往下摺 這兩片再摺疊一下 然後再往回推 它會變成一個圓弧的造型去包上面這裡的這個圓形的造型 這個變形其實也是說妙也是很妙 只是 只是 這一支 這個背包也是緊緊的 這樣子 盡量的壓縮以後 這個鉤子把它往下勾 那這邊 可勾可不勾 因為這邊其實整個零件也是壓縮的很可怕 就很擔心這一個鉤子硬勾 勾住會不會對它的零件造成什麼破壞 好總之 頭這裡腳是可以翻正 然後剛剛 這個 就是 變成它的 靈口的造型 就喬一下 把它兩片盡量稍微對一下就好了 好剛剛 這個腰關節可以放回來了 上面這一片把它 蓋回去 可以填補一下 腰這個洞 OK 翻到後面來看 這一大塊屁股零件 就直接整個把它折進來就好 雖然它尺寸有點大 會讓人一開始覺得好像扣不進來 但出乎意料的就是只要大方的給它折疊進來 放在這邊就好 好 然後它的腿 剛剛這一片車頭燈的零件 把它翻180度 往它的大腿的內側放 往上推 這裡 折下來 就這邊 另一側也是有造型的 它就變成它的腿的造型了 另一邊 比照辦理 再去折這一段 好 然後來看它的腳掌 利用 這裡 利用這裡這個轉軸把它 轉上來 然後 這一片 造型零件 本來是藏在車子內部的 這時候可以把它翻過來 然後 車尾巴本來是這樣子的 這一 轉一圈 往下放 就 有很多零件要旋轉翻折 其實我覺得很煩 上面這一片車窗 轉一圈 放下來 會剛好塞在這個造型裡面 然後 就可以 這個造型零件 可以先 繞過去 放旁邊 也可以 之後再處理 都無所謂 透過 這裡的轉軸 一邊轉 一邊繞一下 它腳掌 這裡 因為這邊會有乾涉 這裡可能就都是利用塑膠的韌性印過就好了 上面這一片再往下摺疊下來 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剛剛這一片造型零件再把它轉正 這裡 貼好以後 這個造型零件 再轉一下角度 這邊也是很微妙的會有零件卡到 車子側面這邊還有一些偏分件可以摺下來 一樣這邊都還會有機器人的造型的刻畫 這邊這個卡扣會卡到 就一樣印過來就對了 這裡會有一個小洞扣這一塊 就可以把它結合住 然後腳掌還是會卡到就稍微繞一下 過來以後這邊 這一塊 它會 有點被這裡的勾狀零件勾住 就一樣稍微前後錯開把它推進來 然後它內部還會有一個卡扣 去扣這裡 所以主要是透過這個卡扣去做結合 再來這一片銀色的分件 把它 轉 應該往這個方向轉 因為 它是會透過這個卡扣來扣這邊 而且它這個旋轉啊不會說 可以 轉動以後不會說跟後面這一片會完全推起 它轉下來以後會被這一片頂住 所以就是 這個方向就是固定的 就要記一下 那也是我不喜歡這一支的原因之一 它有很多變形的步驟 你都是要印記一下印記一下 就其實所有的步驟都是要印記啦 並不是有很多步驟 它所有的步驟都沒有任何一個記憶點 因為它整個造型其實就是 人型跟車型完全沒有任何關聯 這也是變形金剛從大概第三集左右開始的美術設定的一個大毛病 所以大概從變形金剛第三集開始 就是 等我一下 哪個工具把它這邊兩隻腳變形 不對稱的地方這裡把它摳出來 就 啊 這一步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卡 OK 好 再轉動一下它的腳掌就變形好了 這樣一隻腳就變好了 那另一隻腳其實就幾乎都是比照辦理 就只有這個腳掌造型不對稱 這裡 但其實就一樣它都是 利用塑膠的韌性硬給它轉過去就對了 好 這片翻出來 這裡轉一圈放進來 這裡也是去轉它 就 這種 把 造型零件都藏在 車子的內部 或者是 藏在零件的對面的這種變形方式 雖然你要說它是 零件運用的很巧妙沒錯啦 可是 其實 就會變成它的車子的造型跟人型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也就是說你會沒辦法判斷 你會沒辦法單純的從造型判斷說 它是哪一塊零件變到哪邊去 那我就會變成你所有變形的步驟 你都要去記說第一步要從哪邊開始 第二步要解開什麼東西 第三步要幹嘛幹嘛 而且 就因為它互相干涉又很嚴重 就會變成你幾乎沒有照著固定的順序去處理的話 就會很難辦 就很難變 所以 它變成那一隻獨一無二的車子不可 它想變什麼車就可以變什麼車 完全都可以照這個變形的套路去設計 那我就覺得 這實在不能說是好玩的變形金剛 好啦 總之就是一點小小的抱怨啦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關係 變形金剛電影第三集以來的一些第三方玩具啊 就像UT出的騎士科或者是禁幣或者是DX9熱破 我都會覺得它確實是很了不起沒錯 但我每一隻都實在是 玩過一兩次就再也提不起興致 再也提不起興致去玩第二次了 算是 練影這個造型設計的原罪吧 然後這一隻下手臂這個旋轉關節超級緊 緊到很難掰 手臂這邊基本上就是 旋轉讓它肩膀這裡的甲咒對齊 而且它這裡肩膀也真的是 很多關節可以動 你看它 這個甲咒底下分出來這一段是可以旋轉的 上面這一段也是可以旋轉的 再來這裡可以上下折 這邊這個根部又可以旋轉 然後這裡根部又可以旋轉 所以它這邊做這麼多關節反而在 在變形的時候真的是很讓人困擾 因為會有一堆東西讓你很難轉 這一片 轉一圈再往上折 欸我不用轉這一圈不好意思 轉這一圈是變形成直升機的時候需要的 它本來在車子的時候是這樣 直接把這一片直接180度往下折就好了 那這一片再蓋回來 然後把手指這邊翻好 這樣變形就變好了 這個真的是 變一次就要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一個東西 變好以後長這樣 真的是帥氣到不行啊這個頭雕 整張金色的臉啊然後眼睛藍色的塗裝 一樣它機器人型態也幾乎是整支都有塗裝的 就只有這種關節骨架的地方比較會是它塑膠原色 其他這些甲皺 腿部的甲皺 然後這些造型零件 就整個都是有塗裝的 整個塗裝非常細緻非常帥氣 腰部的造型也是 而且它真的這個車殼這樣子 收在這裡真的是收得很漂亮 U-T也不是第一次做這種設計了 整個就認定它是U-T設計的東西有沒有 然後背後這裡也一樣就是利用這一套變形邏輯 既可以把它的車殼很漂亮的收折在車子裡 又可以變出人型背面的造型 就這一個設計邏輯真的是特別適合用來處理電影版的這些角色 怪不得人家一用再用 好 這個造型真的是收折的漂亮 從正面看還有腰身 好啦 那可動度方面也還算滿優秀的 頭這裡有一個可以這樣子前後戳的軸 所以它低頭看可以大概看到這樣 抬頭也有一點點的抬頭角度 也可以左右扭沒有問題 而且它 假咒的側面這邊其實還有一小片可以動 但我不太確定為什麼要特地做這一節可以動就是了 是這樣子會營造出那種假座旁邊的小耳朵的造型嗎 不太確定 總之 是這樣 那肩膀就像剛剛解釋過的 它有一堆關節可以動 所以肩膀上抬可以輕鬆無壓力的這樣抬到這個角度 旋轉一圈也是輕鬆 就算不利用根部這個關節它還是可以直接這樣子水平的折 然後利用這一從外拉關節它可以輕鬆的做出這樣子的 有點類似爆胸的動作 只不過就像剛剛講的這一堆關節反而就是變形的時候你可能都要捏一下根部 就可以比較方便去控制說你到底想要動到哪一個關節這樣 就像它上手臂迴轉我也都是會盡量把這兩片甲軸捏住去直轉根部這裡 就可以去轉動它的上手臂的平面迴轉 手肘有兩重關節可以折到對折 再來它拳頭有可以上下折的彎折關節 因為它的武器是劍嘛就可以擺出劍子的動作 有內外的彎折關節 但是它沒有迴轉 所以如果想要做一些拳頭旋轉的動態 可能就要利用它下手臂迴轉這裡 只是它下手臂迴轉真的太緊了 把玩上比較難受 四隻手指黏在一起 大拇指跟部有球型關節 再來腰部可以旋轉 可以彎折 彎折角度很大 超過90度了吧 這個腰部彎折關節很誇張 後面看是這樣 也不會說讓你覺得有整個腰斷掉的 的感覺 這還蠻妙的 然後再來就是它腿部比較麻煩的地方了 腿部關節啊 因為它這個甲軸的造型 所以它這裡做了個彈簧 利用這個彈簧把這一片甲軸往下推 只不過它這個彈簧有的時候會卡住就是了 把它往下推 推到極限可以推到這樣 那這個時候它的腿前踢 也還是只能到這個角度而已 但這個甲軸因為它畢竟是彈簧連接嘛 所以可以稍微把它往上抬這樣 讓過這裡的干涉 那這個時候它上抬的角度就接近 七八十度了 那如果再搭配它的彎腰關節 再搭配它這個誇張的彎腰關節 它就也完全可以做出這樣 就幾乎是腿踢高到貼起身體的造型了 所以它也是完全擺得出一些很誇張的大動作的 好 然後側踢也是只能踢這一點點 那它解決側踢的方法就是利用它的變形關節 這樣來營造它可以往側面劈腿的感覺 所以它這一節車前燈的造型零件 它就有特地做可以往上延伸的關節 就是你去折這邊 不管折的多開 這一片都可以盡量往上延伸去貼平它的大腿 就不會跑掉 所以設計師應該是真的有考慮就是 利用這一節來充當它的大腿 側踢關節 就可以擺出一些 劈腿之類的造型 所以它就 就是等於說你要利用這些 像這個彈簧的造成的前踢 然後再加上身體的彎折 然後再加上這邊 就善用這些 它都可以擺出一些很帥氣很誇張的pose出來 都是辦得到的 只是就會變成它的關節的移動 不是那麼的直覺說你想要往哪掰就往哪掰 就會變成可能要比較常玩一些可動人偶類的 才可以比較利用這些東西來擺出一些帥氣的姿勢 算是把玩上比較不直覺吧 然後大腿的平面迴轉也是有做 可是一樣就是會被這些東西卡到 所以它可以轉動的角度都很小 大腿平面迴轉就真的是 沒有什麼可以偷吃步可以救的地方了 就真的會被卡到 然後膝蓋也是兩重關節 可以整個對折沒有問題 腳踝 因為變形的關係 有這一節可以往外彎折的接力關節 有前後旋轉的關節 可是我這一個往外翻特別鬆 算是比較討厭的點 就這樣 就這樣玩一圈下來也是很累啊 然後武器方面就會有兩把大刀兩把小刀 大刀可以拿在手上 小刀沒有地方可以拿 小刀只能透過側面的接點接在它背後這裡 當做一個造型 也算是飄移蠻標誌性的造型吧 如此 然後大刀就是利用它握把這邊的卡扣 可以扣在它手掌上 而且它 哪一手拿哪一把好像還有做出差別 就是 你如果扣錯把 還會扣不太進去 OK 好 那這個就看過就算了 來看它怎麼變形成直升機吧 但 呃 直升機 真的很明顯是硬凹出來的變形 然後 我也是怎麼變都變不好 所以我這邊就只跟大家講一下 我理解了它的變形邏輯 我就不真的把它變過去了 首先就是頭這邊這個角色一樣收折起來 來節省空間 這兩片林子 折過來 就變成直升機的駕駛艙了 這個 嗯 嗯 對就是這樣 然後它的手臂 這裡要從 這個甲咒根部這邊把它 旋轉 轉成這樣 轉成它的甲咒上下分離的狀態 再來 從 這裡 根部這邊 往下折 先這樣折開以後 直升機的 那個玻璃就藏在這裡 這一片往上翻 從根部這裡往上翻 底下這裡還有一小片 再把它往上翻 而且它就算是這麼簡單的玻璃 這樣翻折也會互相卡到 我覺得它這個零件的刀腳什麼的 真的是沒有處理的很好 就是這種互相卡到的地方 真的只是 無謂的添加你變形時候的難度 如果它可以處理的好的話 就不會這麼難了 但它就是沒有處理好 再來 這一片 轉一圈 這邊就是記住 它手掌到時候是掌心朝外 所以需要轉這一圈 然後 剛剛這一個 這裡把它往下翻一下 比較方便去把這一片折出來 再旋轉一圈 然後 然後手肘 折上來 這樣 這個時候 這個銀色的零件 的 這兩個接點 對面的這兩個接點 就會來接它 玻璃的 這裡 兩個洞 這樣 扣上 然後 手掌也會剛好接在這邊 從裡面看就是這樣 好 這樣變好以後 去 轉它的肩膀 把它 把它 往上折 放過來 那這邊 大概 是 這種感覺 然後 另一邊也是這樣子 就是 從牠到下面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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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牠的 頭 這個時候就是 很卡 就可以利用牠脖子 那一節 可以 把它往前拉 但其實還是很卡 但總之就是這樣 兩隻手臂往前放 然後這裡兩片就靠在一起 就一樣透過這兩個卡扣 去結合另一邊同一個位置的零件 小半天他根部的關節總算是把他扣上了 變成這樣 腰轉一圈 如果會干涉到就是稍微利用他腰部的轉動彎腰關節去讓開 剛剛講過他屁股很大坨 就是因為他直升機的肌屁股藏在這裡 這一個根部還可以再折 腿就可以往下放 利用他這邊一堆肘可以把它拉伸出來 如此往外延伸 然後利用這個關節把它整個零件翻折出來 變成後面的尾翼 螺旋槳之類的尾翼吧 好 然後 腳 也沒有什麼變形 就是他的兩隻腳其中一隻側這裡 有這個圓柱 然後 就把它 往下轉 跟這邊 這個洞 結合 然後我就是甚至是如此單純的 這個結合我都扣不進去 所以這一隻我真的是玩得很 沒feel 另一隻腳就這樣子放過來 就好了 就是他本來正常的腳掌型態是這樣 然後就是轉動這邊 把一整圈包過來 這樣就好了 好 兩隻腳 就這樣 合過來 啊 如果會卡到就一樣稍微查一下這邊的 零件 合過來 這裡 一樣扣上 這邊 兩邊 就 啊 無所謂啦 不理他 然後 就可以把他的腳 往前放 這邊 要 轉一下 轉一下 好 那把腳往前放 就可以利用他根部這邊 髖關節 再加上 他 腰部這邊的一堆關節 反正就是盡量往前放 好 那其實就 這個過程 真的是一點都不有趣 耶 不經妙 嗨 超級煩 不知道設計這個型態要幹嘛 然後 這裡 的卡扣 原則上要扣他的胸口 但我扣不進去 再來 他 兩隻腳的腳掌這樣分開 就是 其中這裡 應該要扣他手臂上這邊的卡扣 但 我還是扣不進去 好 那尾巴這邊還可以再往前推 讓他 不要中間 斷一個 斷一個造型 這樣 但 但 他又 推到這邊 他就頂住了 所以他 還是沒辦法完整的填補這個造型 這也很奇妙 好啦 總之就是這樣子吧 這樣子 直升機型態 其實就已經變好了唷 再來就是 他的武器 可以 這一把可以兩邊分開 然後就可以 透過 這一個卡扣 扣在他銀色零件 的另一面 這邊 會有一個卡扣 這裡扣上以後 鍵的尖端這裡 這個小孔 就可以來扣剛剛另一隻腳翻下來這裡 就可以 稍微的更加的固定一下他的腳的變形 就會是剛剛好可以對到的位置 這樣 然後另一隻也一樣 扣上 這裡也扣上 這樣 另一隻鍵就是單純的 這邊 分開 放下來 再利用這裡的卡扣扣另外兩隻小鍵 這樣 接在他的背上 這樣直升機就變好了 耶 耶 耶 呃 這又是一個不曉得 為什麼設計師要設計出來的東西 不只沒加分 反而只有扣分 這 實之無畏 氣之可惜 雖然設計了一堆卡扣 但這些卡扣你又真的是很難 真的找到 真的很難抓到那個位置把它扣上去 因為其實就真 這一堆零件也還是會卡到它人形的頭 那 到底設計這個型態幹嘛 你沒設計這個型態也不會有人怪你啊 反而為了設計這個型態 他手臂多了這幾片零件 整個就是多餘的 就會讓他變形的時候更卡 再來就是他人形胸口這裡也多了這兩個洞 就是為了在直升機型態要去扣他腿部這裡 但實際上他又根本扣不上 這 這個型態真的是實之無畏 氣之可惜 真 搞不懂 在想什麼 好啦 那 人形是真的造型很帥 然後可動 只要你會玩它的關節的話 也可以擺出一些非常帥氣的pose 但就真的不建議變形成這個直升機型態 我還真搞不懂為什麼有人還要幫這個直升機型態講話 到底有什麼可以幫他講話的啊 這不管用怎樣子的客觀標準來看 這 都不ok吧 設計這個型態到底要幹嘛 好啦那就介紹到這邊吧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